大家好,欢迎观看这部关于STM32L0Laura探索套件的视频。 Laura-WAN协议是一种开放的全球标准, 用于通过无线Laura网络实现安全运营及IoT、LPWAN连接。 Laura-WAN认证计划确保护操作性和技术灵活性, 可满足多种IoT应用的要求。 Laura-WAN的主要优势包括功耗极低、支持超长距离、 网络部署的节点成本和总成本较低。 使用由OpenLaura Alliance制定的开放式标准Laura-WAN协议, 支持本地AES128位加密协议, 并且可实现真正不依赖于GPS的室内外地理定位。 BL-072-ZLR-WAN1Laura探索套件是一款用于学习和开发基于Laura和FSK-OOK技术的解决方案的开发工具。 这款探索套件是用来自Mureta的一体式开放模块CMUX1-ZZABZ091。 该模块由STM-32L-072-CZ和SX-1276收发器提供支持。 凭借我们丰富的X-Nucleo产品组合, 您可以通过Adreno Uno V3连接器自定义自己的节点。 您将需要BL-072-ZLR-WAN1探索套件。 它包括ST-Link VR-1嵌入式调试工具接口, LED、按钮、天线和USB OTG连接器。 您还将需要一台装有免费KL集成开发环境的计算机、 iCube LR-WAN-LauraWAN软件扩展包和常用终端。 我们将使用TerraTerm,当然还会用到Internet浏览器。 对于网关,我们将使用Moditec的ModiconnectConduit网关。 它使用专用于868MHz频率的嵌入式MTEC-Laura868配件卡。 我们的网关内将插入一个SIM卡, 可通过3G网络提供互联网接入。 现在来连接Moditec网关。 您可以看到,网关已经连接到GSM网络, 同时也连接到云端。 Laura链路也在正常工作。 网关已准备好在Laura网络和英特网之间转播数据。 我们将在STM32Cube软件中自定义LauraWAN软件扩展包。 从Laura探索套件中发送STM32LauraWAN Discovery Kid Is Connected IoT Cloud。 接着,我们将编译修改过的原代码。 最后,我们将把编译后的二进制文件烧录到Laura探索套件中。 启动期间,我们的探索套件将显示通过个性化或ABP激活所需的数据。 这些数据提供了器件标识和数据加密信息。 由于日志已发送到探索套件的虚拟串行端口, 因此,探索套件处于已识别状态。 现在来连接Lauraet云端网络服务器。 检查网关是否正常连接,以及数据是否正常传输。 我们可以将器件注册到Lauraet云端。 Lauraet云端现在正从我们的探索套件中接收数据。 我们可以读从该设备发送到Lauraet云端的 STM-32Laura-1 Discovery Kit is Connected IoT Cloud。 异法半导体推出了三款采用STM-32的Laura探索套件, STM-32 Nucleo的Laura扩展板, 以及Laura Nuclear Pack的Laura解决方案。 感谢您观看本视频。